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赛长耶伦倒访德国 呼吁欧洲联合来对抗中国 然而欧盟却并不买账 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美欧貌合审理的背后 心中各有的攀算 而另外一方面 美联储最新的会议机要应声振振 然而市场却更被英伟达远超预期的业绩惊掉了下巴 降息之路可以说愁勇惨淡 AI崛起却让华尔街狂欢不止 拧巴的美联储对垒傲的华尔街前路几何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要一括来看看美国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打压仍未停息 美国财长耶伦少早之前表示希望和欧洲来携手应对中国的产品压力 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 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并非是同心同德 中国外交部也在回应当中指责美国是以产能过剩为名 胁迫七国集团组建保护主义的同盟 同时也强调保护主义保护的只是落后 而失去的则是未来 美国财长耶伦周二在法兰克福出席一场活动时 再度提及中国的产能过剩论 他呼吁美欧以战略性团结的方式应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 电池 太阳能面板的威胁 外界预计本月举行的G7集团财长会议将会聚焦这一议题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后确认此前总统拜登签署的 针对中国电动车 电池等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法案 部分条款将于8月1号起生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本质上是保护主义 按照美方的逻辑 什么商品出口多了 什么就是产能过剩 那美方每年大量出口的大豆 飞机 天然气 不也是过剩产能吗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名 试图胁迫七国集团成员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助澜设限 这实际上是要组建一个保护主义同盟 与开放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中国驻美大使馆也表示 加征关税不仅扰乱中美正常经贸合作 还会大幅推高进口商品成本 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 不过耶伦的这次精心策划的表态 似乎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积极回应 随着欧洲议会选举步入最后两周倒计时 正在追求连任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周二面对媒体是重申 如果中国对电动汽车行业的补贴被证实是违规的 欧盟将以关税弥补自己所受到的损伤 不过他在表态中否认欧盟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说法 并强调虽然与美方在某些问题上立场相近 但布鲁塞尔不会同华盛顿一样人为制造障碍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中也指出 中国的发展和开放给欧洲和世界带来的是机遇 不是风险 保护主义解决不了欧盟的问题 保护的只是落后 而失去的则是未来 美国和欧洲可以说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多的这个共同点 但对于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合作还是竞争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 怎么来解读和分析呢 我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霍先生的解读和看法 至于我们先来说说美国啊 这个对中国加征关税 看来这是8月1号 肯定是板上钉钉要铁钉生效了 但这个做法 您觉得有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这个作用 对于美国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对美国当前本土的电动车市场是影响不大的 这是很多分析员他分析的一个理由 说原来就没有多少嘛 你收了之后他可能更加没有多少 但是总的这个影响是有限的 但是呢 美国他显然他做这个事情 他是有长远考虑的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不做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现在27.5%的税进去了 之后呢 那美国人一买发现 哦 原来中国这个电动车又好又便宜 你们那些人补贴完之后 甚至还那么贵的东西 所以他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8月1号第一时间就得不让他进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全世界的这个领域来看 美国现在特别想形成一个共同的阵线 因为过了几年之后 如果说他用这个100%挡住了中国的汽车 但是过几年之后 美国人觉得挺好开的那个补贴7500美元一辆的车 结果就全世界一看 人家地方那么便宜都跟中国有关 就我们这跟中国没关 怎么会那么贵 所以现在耶伦要做的就是跟大家一起说 跟欧洲说 我们一块的弄 不然的话呢 我们这个制造业 我们的汽车也就没了 反正现在不管怎么看 美国确实很想把欧盟脱下水 但是现在看整个欧洲 无论是之前德国 法国也好 包括现在这个冯德莱安的这个表态 出现了一些转变 似乎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欧盟内部的这个心理 还是有自己的这个小九九在里头的 刚刚短片上特别提到了 这个冯德莱安要寻求连任 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的做法 和制限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 您觉得欧盟在下一步 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 或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呢 是继续和美国站在一条线上 还是说有选择性的和美国进行合作 但这种合作会不会对中国将来的这个合作 或者是竞争带来一些影响呢 耶伦说的比较含蓄 说不要求你跟我那么高的 虽然100% 但是呢 他又很直白的表示呢 你不跟我采取共同的行动 就会影响你 所以我们看 欧盟发动这个对中国的电动车的反省 是川普的调查是冯德莱恩发动的 对 没有说谁受害 他认为整个行业受害 所以他去发动 他越权了 越的是企业要提出主动的申诉嘛 那么刚发动的时候 大家认为的共识 就是呢 15%到20% 但现在看来 因为美国打样了 打了100% 所以呢 应该要比这个区间要上 所以冯德莱恩 他说的这个话的目的 因为冯德莱恩跟美国很亲近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比较悲观的倾向 认为远远高于 当初设定的15%到20% 因为他本身还有10%以前的税 那如果说这么弄下来 可能会差不多50%的税 这个是可能大家会有 需要有这么一个预期 但是冯德莱恩 他在这个结果上 他不会着急 做出一个决定 他要等什么时候呢 一个等这个选举 还有一个等那个G7的 形成一个共识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一体的 而在欧洲内部 又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像德国就明确反对 加税 甚至这个调查 德国都反对 因为德国的汽车 在这边他知道了 这个潮流是挡不住的 必须跟中国合作 才能过这一关 你不跟中国合作 就跟美国现在的 那个汽车行业一样 搞不好最后啊 什么都没有 那么他在冯德莱恩 在这边他更多是 寻求和法国来进行合作 因为法国那个汽车 没有什么竞争力 所以法国就希望呢 对中国来的电动车 进行一定的征税 来保护自己 至少有一个空间 所以冯德莱恩 他又是在不同的压力下边 来说这些话 但最终收多少反补贴税 还是有他决定的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看 欧洲什么时候来 征这个税 征多少 是不是会和美国 站到同一条心想 不管怎么说 可能我们还要想更多的 如何来应对的 这样一个策略在后面 特别感谢周光先生 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在接下来 我们把目光转向资本市场了 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 可以说是应声振振 不过呢 英伟达一季度的业绩 报表 盘后的股价也突破了1000美元 能不能凭借一己之力 来带领整个科技股起飞呢 下期回来 我们将会和市场分析师 一块来解读分析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后市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 美联储最新的一份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如期出炉了 这份纪要当中显示了 决策官员普遍认为抗击通胀的工作 缺乏进展 并且有官员还暗示 很可能会再次加息 消息一出也脱了了整个隔夜美股权限出现下挫 不过盘后公布业绩的英伟达 则再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也带动盘后AI的概念板块普遍向好 美联储会议纪要再放音歌 当地时间周三 美联储如期公布4月30日至5月1日的政策会议纪要 显示在今年前三个月通胀超预期增长后 官员们预计需要观望更久的时间 才会对通胀降之目标水平更有信心 暗示他们不急于降息 高利率会保持更久 并有多名决策者表明 一旦通胀风险重燃就会进一步加息 美联储会议纪要后 野村证券调整了对降息时间的预测 表示降息的门槛似乎已经升高 预计今年的首次降息会在9月 而不是之前预测的7月 高盛集团的CEO索罗门更是语出惊人 预测今年可能不会降息 另外 美联储会议纪要也显示 官员们开始讨论 AI或可以通过提升美国劳动生产率 来救产美联储当前困境的可能性 事实上 AI仿佛已经成为 令当前华尔街投资者 碰然心动的印钞机 周三美股盘后 自去年起在AI热潮中 风投无量的芯片巨头英伟达 就发布了截至今年4月底的 2025财年第一财集业绩 总体看 英伟达当季业绩全面超预期 总营收和数据中心营收双双上新高 其中总营收同比增长262%至260亿美元 净利润更是大增超过6倍 美股经调整盈利为6.12美元 同比上升4.6倍 同时超预期上调第二季营收指引 增至280亿美元 并宣布1比1拆股并大幅提高股息分红 有分析指出 英伟达超预期的业绩增长 显示科技行业的AI投资仍然保持强劲 甚至有网友直言 美股这座摇摇欲坠的高楼 现在就靠英伟达撑着了 隔夜美股全线调整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跌0.51% 创4月30号以来最大日跌幅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拿克指数 也分别收跌0.27%和0.18% 不过英伟达公布业绩后 在盘后涨超7% 一度突破1000美元大关 带动一众AI概念股盘后走高 更多解读分析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 国泰军安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 周昊先生和我们一块来探讨分析 周先生您好 万一您好 周深看美联储最新这份会议 要显示尽管说 预讳者评估政策定位良好 但多位政策制定者提到说 如果有必要 他们会愿意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那现在看来 我们是不是要再次 把这个降息的预期往后推了呢 基本上我觉得市场预期 是在9月份开始降息 有可能12月份还会做第二次的 这样的一个降息 从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美联储的整体的看法 是觉得通胀有一点点偏高 但是呢 因为整个通胀中枢跟去年比呢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 所以市场我觉得也不必 过度的悲观 如果我们去看美国十年国债的话 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的稳定 也就是市场基本上 准备好今年会有一到两次的降息 美联储基本上也会 大概的给出这样一个指引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这样一份会议机 对市场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只能说大家正在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共识点 那这个共识点我觉得就是说 降息不会是一个连续性的 降息可能是一个断序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降息不在乱 我未来八次都会降息 以前是这样的考量 未来的降息 就是我降完这一次 下一次降息我还要再看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那我们看这个高盛CEO索罗门 他最新的这个讲话 语书金人说 认为今年都不太会出现降息 这种极端的情况 您觉得可能性高吗 我觉得我们去读到另外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到底是higher for longer 还是higher for longer 我觉得higher的意思就会要加息 对吧 那如果是我们接受一个事实是higher for longer 也就是说美国的利率 就会保持在一个高位 在一个更长的时间之内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如果大家能够更多的接受higher for longer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而言的话我觉得不会有很大的 这个所谓的惊喜或者惊讶 对市场而言的话 总体而言就是我们要接受 美元的利率会在一个高位上 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但我们看昨天美股三大指数都出现回调 但相对来说反应还比较温和 回调幅度都不大 0.1%到0.5%左右这个降幅 那目前来看这个会议记 当中提到这个讨论是发生在 美国这个4月份CPI数据公布之前 这项通胀数据就显示 价格压力6个月来 首次出现降温 那这是不是能够解释 就是说市场相对来说 反应比较温和的一个原因呢 从小而言我觉得今年以来 其实美债率表现都还是很温和的 即到今天为止 美债率在4.4这个水平上 最高呢在4.7 其实跟去年的那种5.0以上的 这个水平相比的话 还是表现的相对比较温和 同时呢 它上升并不是说 这种就是几何技术的上升 它上升也是慢慢慢慢的往上走 然后下来呢也是温和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从今年来说 总体上股票市场对于利率的反应 是有些脱敏的 就是它并不那么激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股票基本上还是 就是跌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小路上去理解宏观因子的话 我们会发现 股票投资人可能更关心产业 而不是关心宏观因素 那我们就来说这个英伟达 这次英伟达这个炸裂的财炮 似乎让华尔街就把美联储 这个鹰派的议息报告抛到脑后了 英伟达盘后股价大涨6% 创下历史新高 现在看来英伟达的这个财报 超预期反而成为了一个常态 很多人这个在开玩笑说 这黄教授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那您怎么来判断 整个英伟达对于市场会带来的影响呢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 昨天其实拼多多的财报也超预期 总体上而言 就是最不让人失望的 就是英伟达和拼多多 总体上而言 我觉得市场看到的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AI的产业的趋势 从这角度上而言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连续的季报 或者财报超预期可能是一个常态 唯一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上 或者估值水平上去看英伟达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公司 包括就是说AI未来的如何应用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 短期而言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英伟达的财报超预期 总的来说会带动市场的人气 那么市场现在呢 总体而言人气还是挺旺的 这不仅仅是美股 其实港股最近的人气也很旺 总体而言 我觉得市场还是更加看重的是 那个新的产业趋势 能不能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setup 比如说龙龙市场率的问题 包括通胀的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对于AI还是有充满的期待 那在现在来看这个降息再次变得没招没落的时候 这个科技股是不是再次成为了市场最中外的这个救命稻草呢 您觉得 我觉得其实呢 从我们研究上来说 宏观应用是自上而下的 股票应用是自下而上的 所以说从产业的研究上来说 我们去看一个公司的时候呢 要么看它是不是符合回来的长期趋势 要么看它的商业模式是不是最合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 的确人工智能板块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它们符合这个投资者的审美 所以这个时候而言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必须去看 就是说下一个产业趋势的封口在哪里 同时呢 对这个产业封口要做一个充分的定价 这的确是投资者目前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也是因为它股价通过1000美元的最重要的原因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周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点评和分析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转回到香港 金管局日前是宣布了和人行合作来扩大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 那么相关的影响 下期回来我们将会和业内人士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会来关注数字货币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前景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英香港数字货币专项工作组副总经理陈光先生来探讨分析 陈先生您好 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了数字人民币在香港的试点范围 便利香港居民开立和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 那中英香港呢也是首批参与数字人民币香港试点的银行 正在持续的进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推广活动 那可以分享一下数字人民币如何来利用它的特性 在零售层面便利客户跨境消费吗 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数字人民币 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作为传统电子支付工具的有效补充和备份 而中英香港在香港推广数字人民币 也是为了给北上的香港客户提供一个注册便利 充值方便 线上线下皆可使用的新型支付工具的选择 众所周知 从2023年开始 北上大湾区的香港客户人数不断增加 在这个过程中 各种电子支付工具都在针对庞大的北上香港客群 研究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而数字人民币的个人支付也在其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在注册过程中 香港地区的个人客户仅需要提供手机电话号码 就可以轻松注册内地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通过与本地快速支付系统转述快的互联 客户更可以直接使用本地合作银行的港币或者人民币账户 充值中国银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而通过与内地大型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合作 很多电商平台已经开始支持了境外数字人民币钱包的支付 满足了北上客户的线上支付需求 而且通过手机应用程序间的互动调用 也会令整个支付过程非常的顺畅 平滑 数字人民币也给接待内地来港游客的本地商户 提供了一个大幅度降低手续费支出的机会 因为在数字人民币构建的全新收单业务模型中 大价降低了传统的跨境资金清算成本 此外 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特性 更可以很好的应用在本地跨境零售的促销活动中 在香港本地商户的推广活动中 内地来港的旅客可以现场扫码领取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补贴 这种从消费策入手的补贴政策 可以更加精准的触达内地来港旅客 有效的实现了对本地零售商户的引流和补贴 陈先生除了零售层面之外 央行的数字货币批发层面的应用 能够为跨境资金的清算带来哪些效益呢 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中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 都不约而同的聚焦到商业银行间的跨境资金清算 在传统的跨境汇款业务模式下 跨境资金的清算效率比较低 收款行可能会很快就接受到付款信息 但是真实资金的到账 却要等待清算资金的跨行调配才能完成 同时这种通过代理银行中间机构的清算机制 也给商业银行的资金投送管理带来了复杂度 进而增加了成本 而中央香港参与到其中的多边货币销 Iainbridge项目 就是研究央行数字货币这种工具 来解决商业银行间跨境资金付款的传统通点 由于数字货币支付期结算的特征 以及央行数字货币的法币特征 参与的商业银行可以大大降低跨境资金清算的复杂度和成本 于是不仅可以让客户体验到数字货币的直接收益 更可以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在资金的运作效率 支付成本等方面凸显自己的优势 助力打造国际数字金融中心 我们期待Iainbridge项目可以成功的进入最简可行性产品阶段 并在产品迭代的过程中 不断持续完善业务模型 同时也期待引入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 从而令整个平台开始展现出规模化的效益 陈先生 金管局早前已经宣布展开批发层面的央行 数码货币WCBDC项目Ensemble 支持香港代币化市场的发展 那您认为数字货币如何可以加速 香港代币化资产交易的发展呢 中医香港关注到近期香港监管机构 陆续公布了很多代币化资产的通寒和指引 并筹划启动一些沙盒验证 我们认为有着真实世界资产支持的代币化资产交易 会是整个数字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版图 资产代币化不仅可以提升传统投资产品的流动性 增加透明度 缩短交收时间 降低成本 而且多元化的资产代币组合 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产品和业务规则 比如通过流动性的提高 降低结算成本 构建出全新的投资产品 在2023年 香港就开始尝试在政府绿色债券的发行中 引入了代币化的概念 所以无论是传统金融资产的代币化 还是其他资产产品的代币化 中医香港都非常重视 并启动了基础能力的构建 而代币化资产的高效率运作 自然也需要可编程数字货币的配套支持 从而令两者可以在统一账本的理念下 完成同步的实时交割 而在交易过程中 更可以通过运用职能合约来降低双方的信用风险 甚至由于履约风险的降低 未来有可能改变传统的金融业务规则 而金管局正在组织的Ensemble项目 就是希望构建一个本地跨银行的数字货币互联基建 在这种基建之上 核资格银行可以发行具备法定效率的数字货币 让客户在代币化资产交易的过程中进行使用 而跨机构间的互联基建 则可以支持机构间数字货币的互换或者交割 所以中央香港正在积极参与Ensemble项目 并已经成为项目架构小组的初始成员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基础工作 最终助力香港发展成为全球代币化资产交易中心 好 今天非常感谢陈光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是婉军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